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Sally Wars轉檔篇 那這邊呢,最主要是講說 轉檔之後呢,要進入3D列印 那我先前呢,在那個切片軟體的入門篇呢 有提到過到底是怎麼去運作的 那這邊如果有興趣或不了解的人呢 可以到影片的底下有連結 你可以去那邊去參考一下 那最主要呢,我們在進入3D列印之前呢 我們都知道需要有一個3D檔 那什麼樣的檔案是最常見的呢 我這邊就告訴各位,是STL檔 那STL檔呢,最主要就是要讓切片軟體 去做後續的動作,然後再給3D列印做工作 那這裡呢,我們該怎麼做呢 其實非常的簡單 但是呢,因為這裡呢,會有一些地方呢 需要去稍微的小設定一下 那要怎麼做呢,我們就去看下去囉 接下來呢,要介紹的是怎麼樣去把它轉成STL檔 那這邊呢,所介紹的是 我們是透過沙利沃斯所建立出來的一個3D檔 那3D檔呢,要轉成STL檔的時候呢 其實它就是將這個檔案呢,做網格 好,網格的意思呢,就是把它切成好多的三角形 那我們等一下呢,在轉檔的時候 可能就會看到了預覽 那這樣子大家會比較清楚一點 那這裡呢,我所介紹的是比較有鈴有角 或有平面的這種比較簡單的幾何圖形 通常這樣的圖形呢,在轉檔的時候會比較 轉出來的檔案比較小 而且轉檔之後的速度也比較快 那這邊呢,我就直接做示範喔 我們按檔案的另存新檔 出現之後呢,我們從儲存的類型呢 點開來直接選擇STL 選完之後呢,通常檔名呢 是要更改成英文的 那這邊呢,的原因在於說 我們轉完檔之後 會透過切片軟體再透過SD卡給3D列印 那大多數3D列印呢,是 它是讀取的是英文的檔名 所以我們如果用中文的檔名的話 它會出現亂碼,沒有辦法去執行的 那這裡呢,檔名就讓各位去嘗試 我就不做示範了 你只要更改成你看得懂的英文 就沒有問題了 選完之後呢,直接按儲存 好,那這就是我剛剛所提到的 我們會看到一個預覽 這個就是它已經把它做網格了 那它就會顯示出這樣的一個畫面出來 我們就直接按4就可以了 這樣子呢,就可以把檔案轉出來了 再來呢,要介紹的是 曲面的檔案轉檔 那曲面的轉檔呢 其實呢,跟前面所提到的幾何形狀的轉檔呢 做法是一模一樣的 那差別在於哪裡呢 那這邊呢,我先講一下一個前提 你的曲面呢,是要是實體化的 你不能只是畫一個曲面的殼 沒有厚度這樣子 轉檔可能會有問題的 你如果再轉給三逆列印呢 可能也會有印不出來的狀態 所以記得,你的曲面建模呢 要實體化 這是一個重點 那我們在轉的時候呢 因為轉檔轉成STL呢 它會將我們的這個檔案呢 做一個網格的動作 那一旦我們在表面有很多的曲面 曲線曲面等等的 這些形狀的時候 它的網格數量呢 會非常多 所以轉出來的檔案呢 會比較大 時間也會比較久 這是這個轉檔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裡呢 在轉檔之前我會建議你 記得要去存檔 因為有時候呢 你可能檔案比較大 轉到一半也許會當機 那這樣子如果你又沒存檔 那真的是會很麻煩的 所以呢 我會建議呢 記得要去存檔 那不管是不是在轉檔 就算你在畫圖的過程 存檔這個動作也非常重要 我會建議呢 使用快捷鍵喔 你在畫的過程呢 就不停的不停的去存檔 那這樣可以避免說 我們畫到一半呢 會當機的情形 那我們就直接來示範呢 我們從上面的檔案 另存新檔 那直接呢 從儲存類型呢 選擇STL 那做法呢 跟前面所提的都一模一樣 那檔名呢 我還是會建議用英文的 那當然你用中文的也沒有關係 這邊軟體的話 中文的話 它可以讀取 但轉成G碼之後 要給3D列印的話 就不一定了 大多數的3D列印 讀取G碼的檔案呢 都是英文的 如果用中文的 可能會有亂碼 沒有辦法去進行列印的動作 那這邊呢 就大家去評估一下你的設備了 那我還是建議用英文的 那你看得懂就可以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 玉蘭呢 跟剛剛前面的集合形狀 比起來呢 它的網格數量是相當龐大的 差很多密密麻麻的 這麼多這麼多黑點 黑色的小三角形這樣子 它檔案呢 跟三角面的數量 也會變得非常多的 那這就是 曲面的一個外型呢 它所會呈現的一個狀態 所以它 在轉檔的時候 時間跟檔案都會變多 變大的 那這一點呢 就要特別注意一下 所以我才會建議 你要記得存檔 因為有時候太大 有可能是會當機的 好那這邊呢 就直接暗示 就完成了 那後續呢 我還會講解一下 STO檔的一些小設定 怎麼做呢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囉 再來呢 要介紹的是 STO檔的一個小設定 是什麼設定呢 最主要呢 是解析度的設定 如果呢 你有在這個 國外的分享網站呢 所下載過一些檔案 你可能有看過說 有一些物件呢 它的解析度呢 是沒有那麼好 這是什麼意思呢 有些物件呢 它的表面 會有一些 零零角角的 有時候 你可能會誤會說 是不是3E列印機 列印的品質不好 是造成的 那有時候 你去審視一下它的檔案 有時候 反而是檔案 它本身就是這樣子的 像是我做過的水晶龜 它就是這樣 那並不是我 列印的不好 而是它檔案 它本身的解析度 就是這樣子的 那這邊呢 可能有人會好奇說 那我要怎麼去設定它呢 其實非常的容易的 我們一樣 從檔案的另存心檔 直接來做示範 大家會更清楚一點 那我們就選擇 一樣選擇STO檔 那這時候呢 你不要急著按存檔 這裡有一個選項 你把它點開來 點開來之後呢 一般解析度呢 會有三種選擇 它預設可能是粗糙 或是良好的 那這邊呢 你可以去嘗試一下 因為我這邊有習慣的做法 所以我就不跟動它了 這邊就讓各位去嘗試一下 粗糙的話 意思就是你的網格呢 它的三角形會比較大一點 網格會比較快 但是它解析度比較不好 那良好呢 就是它會比較細緻一點 網格數量比較多 那網格時間也比較久 那你也可以用自訂的 自訂就是你可以自訂它更小更好 那相對的你的網格數量多 時間也會比較久的 那這邊有人會好奇說 那是不是越大越好 那這不一定的 就 也是要看各位的 3D列印的一些 它的解析度 列印的解析度 有時候你不一定說 你把它 用到最好 用到最大的 那列印出來一定會更好 這不一定的 有時候你解析度呢 可能大於你的 列印的解析度 那 那列印機它還是沒有辦法達到 它可能就是 達到某一個標準 它就沒有辦法再 更精密了 所以這邊呢 其實 你可以去嘗試一下 那 我這邊的做法 也不一定是正確的 你也可以公參考而已 有 有缺點 那當然 缺點就是說 它時間 時間檔案都會 越久越大 那也 讓各位去嘗試看看這邊 你可以慢慢 如果有興趣的人 要做實驗的 你可以 慢慢試 試試看說 哪一個解析度呢 是你比較最合適的 可能是符合你的 轉檔大小 轉檔時間 還有品質 等等的這些問題 這邊就保留給 有興趣的人去嘗試囉 那你如果使用完之後 直接按確定 這樣呢 我們的設定呢 只需要做一次就好了 除非呢 你的沙利沃斯重新 重灌過了 或是你 電腦壞掉了 等等的一些設定不見了 那不然通常 我們只要做過一次之後呢 這個檔案 這樣的形式呢 都會存在的 所以你下一次在做 STO檔的時候呢 不用再去做選項 再做更動 所以是 其實是蠻方便的 那這裡呢 就讓各位去嘗試囉 最後呢 來做一個總結 那關於沙利沃斯的轉檔呢 其實它 是非常多元的 基本上你想得到的檔案呢 它都可以轉出來 那它這邊的轉檔呢 我最主要是 講解的是STO檔 因為它是最常使用 在3D列印的物件 我們最常使用的是STO檔 所以我來介紹這一塊 以及它的解析度 解析度怎麼去設定 你如果要比較精密的呢 從選項那邊 可以去做設定的 提供一個東西 給大家參考一下 一旦我們轉成STO檔之後呢 如果你想要把它再轉回 沙利沃斯檔 可不可以呢 各位想像一下 其實呢 它是可以的 但是我們轉入之後呢 它是沒有這些特徵的 也沒有辦法去做更改的 它會是一個輸入檔 那這樣你可能會想說 如果是這樣 那我們如果是在網路上 下載到別人的STO檔 是不是也能把它 丟到那個 沙利沃斯裡面 讓它變成沙利沃斯的檔案呢 我告訴各位 是可以的 但是前提呢 你要看一下你的檔案大小 有時候 STO檔呢 通常我們把檔案 轉成STO檔之後 你可以去觀察一下 檔案大小會增加非常多的 那有時候我們可能拿到的STO檔 檔案是非常大的 可能是好幾枚 甚至幾G的 那你如果要把它丟進 沙利沃斯檔呢 讓它轉成沙利沃斯的檔案 有時候可能會做不出來 那這邊呢 讓有興趣的人去嘗試囉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 拿到STO檔想要去更改它 我們就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做的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囉 如果你還有相關的問題想要詢問的話 歡迎到底下來留言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掰掰 asked MARK oco典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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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